过去这一周里,各大公司密集发布了很多的AI产品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这周都发布了哪些AI产品 2023年3月13日开启的这一周,极为的不平凡 它很可能标志着AI时代的正式开启 也可能在后世被认定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开启之周 3月14日,谷歌Workspace产品副总裁表示 该公司最终把各种功能引入到Workspace产品的各个应用 简单说,就是谷歌的文档,谷歌的Gmail都将能够使用生成式认供智能 也就是GPT技术 雅虎新闻的这个标题其实是比较切中本质的 谷歌反击Microsoft将反生成式人工智能 也就是GPT技术引入到谷歌Workspace 用于谷歌Doc,谷歌Gmail 我们来看这两个消息发布的时间 一个是3月14日,一个是3月15日凌晨 那基本我们可以判断说 这就是一种商业上比较激烈的竞争行为 那谷歌宣布在自己的所有产品当中引入GPT 实际上是想给自己保留一个可靠的应用场景 因为谷歌的Doc和谷歌的Gmail有大量的用户量 但是GPT,OpenAI这边和微软这边 并没有打算放松对谷歌的竞争 我们可以看到谷歌面里面怎么样的压力 我们看到了3月2日的新闻 OpenAI就已经正式开放了ChatGPT的API 那我们也能看到说它的价格是有多么的低 每输出100万单词只要2.7个美金 什么意思呢 意味着说每一个单词只要0.5个0一个2 这样的一个价格 也就是千分之二分 那也就是一千个字也只是两分没行 这个是相当恐怖的 这是超乎整个市场判断的一个数据 因为这些AI的训练和运行会消耗大量的算力 但是能够做到这样的价格 还真的是超乎想象 现在我们在百度上面搜索 百度温馨一眼就发现 这果然是百度自己的产品 连整个界面都已经使用了 我们新一眼发布会的主题风格 那这次发布会的效果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媒体对拆的对百度温馨一眼 对标拆的GPT的评价是人有博弈 那如果是对标拆的GPT4呢 是人有博弈有还有很长的追逐空间 那接着我们就会看到出 媒体就开始提出这样的问题 就是百度温馨一眼翻身 腾轩阿里有什么动作呢 到目前为止 似乎还没有听到这两家用死 给出什么大的一个发布和动向 那么关于百度 为什么现场用录像 而不是用现场直接使用的原因 即便是百度自身的回复 也是说因为时间短 其实这是一个很难向大众解读的问题 真正去用ChatGPT又或者B影 你就会发现这个AI会有很多不想用的情况 或者梦中奇妙回答错误的情况 那比如说谷歌在一次在欧洲的AI大会上 就是前段时间 那它的新的AI模型BUD 对于一个问题回答出现了明显的错误 那就会引起谷歌股价暴力 说是很低于一期 但其实事实上那种错误已经不算严重了 经常比如说ChatGPT会张管理代 牛逼应也会这样做 他会把很多事情的事件新闻搞串掉 比如说我最开始让他帮我搜集一些 关于人类第一个空间站的故事 那他干脆就把礼炮好空间站的事情 给完全张管理代 就到了和平号空间站上 这都是很常见的现象 但是作为发布会这种场景 如果直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 大家或者说表死不胖或者怎么样 总归我觉得版图这样做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 那微软发布之后 我们看看各家新闻的头条上面 都是这样写的 AI生产力根据 微软称其大型雨前模型 是下一代的AI生产力技术 那之后如果大家有搜索的话 就会看到很多地方都已经把当前的AI工具 称之为生产力工具 事实上我自己也在试用GPT 你在准备这些AI工具 那我觉得用生产力工具这个说法 是恰当的 它确实将极大的提升 很多工作环节的效率 我觉得用这样的说法 什么叫合适 它会提升很多工作环节的效率 在具体的工作上 由人把它拆解成 比较原子化的工作 那么AI的表现还是很强的 移动时代落幕 AI时代开启 谷歌微软大战标志者 第四次应该搞定开启 我们不想去探讨蒸汽时代 调底时代 也算很急 以这样的指数来看 我觉得应该更想探讨一些 近期时代的事情 从苹果发明了最早的PCG 而当时其实已经具备了网络技术的雏形 那么互联网的基础准备条件 就大致具备了 但是从具备了基本的技术要素 从1970年一直延续到了2007年 才算是一个标志性的变化 那就是著名的iPhone1发布时刻 2007年1月9日 乔布斯发布了iPhone标志者智能移动设备的开启 这才是互联网的高潮 因为人人都随身联网 这改变了整个的人类的生活习惯 对于人类日常生活的变革 是非常彻底非常彻底的 比如我们几乎不会拿着现金再去买东西 比如我们基本不会再使用卡片相机了 只有少数的专业的人才会使用很专业的相机 多数人手机相机就很好落了 MP3消失了 沃克曼消失了 MP4消失了 Flair整个这个时代 前后15年间 对日常生活的变革是非常彻底的 那么现在拆的GPT来了 它来的洪流非常的凶猛 2022年11月拆的GPT3DL发布 只用了两个月就达到了一个亿的用力 这是人类因为水以外最快的用户增长量 那么我们应该知道这样的事情 就是自然语言处理 在整个信息技术也好 计算机技术也好 网络技术也好 它处于最根本的地位 自然语言的工具能够达到可用 把它带来的根底性变化是非常彻底 它的彻底程度将超过移动互联网 因为手机是智能设备 可以联网可以安装APP 可以适应日常生活 比这个还要彻底 因此把它称之为第四次工艺额运 所以跟计算机技术的发明并列在一起 是合理的 那么现在还只是萌芽阶段 微软就已经敢拿着ChatGPT 4直接向搜索巨头谷歌开炮 五个的搜索份额高达92.42% 只有3%是微软的 但是微软毫不犹豫的直接开展 那自从微软在2月8号 宣布了B应将集成 将集成ChatGPT 为事后 其实它事实上已经用了 就是GPT4 它就已经开始动作很大 凡是想要申请UB应使用的人 都会发现 Edge浏览器设置成 操作系统的木耳浏览器 这是捆绑的 并且还明确告诉 要想能够尽早用上Edge浏览器 请在手机上安装B应APP 据一些文章显示 那仅仅用了一个月 微软已经抢到了一个亿的运用功量 那微软还干了一些 说不清楚它是不是会触犯一些反动材法的事情 也就是引导用户直接导入Chrome的收藏的标签 直接导入Chrome的插件 那Edge浏览器已经做到了跟Chrome的标签和插件都能兼容的程度 然而 向着Google的最核心业务搜索开炮 这还仅仅是微软大战略的刚开始 接着在3月17日 谷歌宣布了Office 365的计划当中 是直接以生产力提升为核心目标的 附带人随着微软的B应加GPT4 直入了Office 那么在日常办公潮行 进一步去切得谷歌搜索流量来源的根基 GPT4的API已经允许申请 3.5也已经申请 那OpenAI公司已经开始向外提供API 而它提供的方式 应该是通过微软的Azure云的方式 所以微软要大力的促进它的云服务伸展 成为所有企图提升工生产力 提升公司的那个最关键的功用商 不可替代的那个 让我们回顾一下 从PC互联网时代 过渡到移动互联网时代 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呢 凡是没有成功上车的企业 或者倒闭 或者变得很落 诺基亚的手机事业部 或者叫诺基亚手机这部分 完全彻底的是结束了的 它最开始是卖给了微软 微软也想通过诺基亚的 留下的这个残骸 迈进移动互联网 然而极精努力 微软还是没有成功上车 直到微软的CEO下台 那么现在的CEO 纳达拉接人 百度也是没有拿到移动互联网的核心的 也有了 所以经过了十年之后 就已经脱离了BAT三巨头的行列 B不再代表百度 而是代表自己跳动 那在上一篇文章其实也写到了 如果是大家熟悉 对科学对科技发展 一家分析的比较有名的公司 叫Gatten 它有一个著名的Gatten的曲线 在去年2022年的曲线当中 它给出来的还是 自然语言将在五到十年之后才会成熟 然而仅仅几个月的时间这个判断会彻底失效 现在我们基本可以 认可微软是拿到了AI时代的第一张门票 微软在最近几年时间的崛起 恐怕是十不可倒 那谷歌非常不幸的是 它没有拿这个说服力的AI成果 这一点其实超出了大家的预料 在AI领域谷歌一路都在领先 那包括GP的论文 它也是很早就发表了 但是科技领域为什么叫风险投资 为什么是高风险 它的资本需求非常大 消耗大量的资金投入 但是最终谁会成功 没有人知道 比如说移动服务革命的时候 其实就很不价位了 那 苹果和谷歌根本就对通讯设备这个领域 没有一丝的经验 人在全世界手机厂上看来 你一个外行想切入通讯设备 这个你知道空险设备领域有多复杂吗 然而这个复杂度根本就没有起到核心阻力 短短的时间颠覆了整个手机产业 所有曾经的手机领域通讯领域巨头全部限制 那诺基亚每年投入三百亿欧业的也怕费 也根本阻拦不了 这种或者是什么叫做对的组合 做对的方向或者运气好的boss Facebook同样的在AI即将不欧巴的前一年 2021年年底更名为Meta 那欧因元宇宙 但实际上只到了2022年的10月份 他的欧因元宇宙计划其实就已经相当于十万 之后就裁员了1.1万人 那么最近几天又有消息传出 说是Facebook公开或者叫Meta公开承认了 最近几个月再次裁员1万人 实际上裁员的公司并不仅仅是Meta或者Facebook 再加上Twitter马斯科接手之后 私有化之后大规模裁员 实际上科技里头都在裁员 简单来说就是一度过来往这块地 沿点化沙号已经铲除非常差 可发掘的矿产资源很少 其实到了必须迁移的时候 如果没有新的领域投入 那么裁员将们是必然的 那么当我们走到这个事情点的时候 关口回去看 当谷歌的AI 领先地位出于最少的时候 阿尔法购物打败了世界 所有的为其冠军 成为了AI的高光师 但是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他没有 形成生产度 微本的宣传率 已经把这个问题的本质倒破 AI只有在真正提升生产力的情况下 才算是真正加入了人类的工业体系之中 才会真正产养价值 AI真正的浪潮 才算是开启 大众媒体更悲观 科技媒体更乐观 这个要看从哪个角度去看 在我的视角看来 科技革命或者科技翻贷 对于整个科技行业的发展 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和利好的事情 在整个叫什么 叫生产力暴增的过程中 比如说移动互联网 我们的支付 因而随时可以处达的美团 更方便的滴滴 这些产品都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效能的提升 并且它带来的其实是增加就业 所以科技媒体会有大量的创新机会 不光是科技企业创新 科技媒体有大量的新闻报道 当然它会很乐观 大众会担心什么 大众会担心这种科技的变化 会造成很多行业的生生死死 那比如说移动支付的发展 使得整个ATM机的这个行业 POSE机这个行业恐怕都是遭受了严重的冲击 甚至银行业的从业人员的构成都会产生巨大的冲击 到今天可能是我不关心的原因 没有看到对这些行业的走 比如说最开始低利的推广的时候 出租车行业是会罢工 各种各样的去阻碍 但是后面我会发现 其实它会带来这个社会供需的重新链接 比如说前几天有人问我一个问题说 那外卖的量不断的增大 那它会挤压什么 它没有挤压什么 外卖量的增大 它使得很多没有门店的 但是做东西也算好吃的 甚至还很好吃的 这些店和科普的需求之间的对接起来 那我们看到有大量的外卖配送人员的增加 但是它这个弹性很大的 它使得整个外卖的需求也跟着捧着 就像迪迪一样 那大车这个市场是随着这种 打车越来越方便 它更合理的这种新车 顺风车这种模式的运行带来了需求的扩大 那么我们总说扩大需求 扩大需求要从供需双方的连接模式的改变开启 其实接下来AI带来的同样是这样一件事情 它会把很多工作岗位的门槛降低 使得原本做不了的能做的 原本做着亏本的事情 变得赚钱 那所以这种焦虑 应该是暂时性的 长时间看它会带来好的结果 至于说AI这些欺诈欺骗 是不是问题 都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因为毕竟还是人的驾驭AI 还没到那个AI驾驭人的时代 至少现在还不需要这么耐心的 那可能一种程度上说 比如说 随便有个资料说 美国的一个作家说 原来AI可以写诗 那我们这些作家就要完蛋了 那马斯克胡夫说 我也不安 但我觉得这种不安是不够理性的 稍微向深度一点去看 那它会把写作的速度提升上 实际上今天作家这个行业职业 甚至说小说这个领域 或者文学这个领域 已经是很边缘化了 社会的主流的消费模式 已经不在这个地方了 它已经不再是 叫什么 叫做备手关注的一个主流行业了 虽然最近三体和宝宝 但它不等于说 科幻这个领域在衰败 那它的原因是什么 它的产能 远低于消费所需 而我 喜欢看短视频的人一天可能 可能会看五百到一千个 甚至更多的短视频 在无知物学当中几秒八个一个 那对于视频消费来说 也是这样 那比如说B站每天有大量的上转 西瓜 抖音 而这种 已经开始说 它的产能跟不上 人类的消费的这些领域 比如说 你写一个 我在年前年后的时候做的科幻视频 那我花了多长时间 我就是用你的journey 作为生成动途我使的视频 我写一个短片刻画画了 拔起来字 那可能只花了几天 但是我把它做成视频 我足足花了三周多的时间 而这个效率太低了 那我一个个人 就是无法来制作这样一个视频 那会不会说过半年一载就可以说 我只要关注我的故事设计就好了 文字的优美性有 比如拆的GPT保障 那生成视频的质量 那可能由其他的AI保障 那这样的话 其实生产者和消费者 工工和徐域之间的关系 才能重新平衡回来 那它会产生更大的需求 这应该更多的看到现在社会的 或者说现在人类科技 没有完全发展到位 产生了不平衡 带来了暂时的痛苦 我觉得AI带来的 应该更多的是好的事情 人类驾驭AI 在目前来说 还没有什么大的抱歉